娱乐圈中很少有像杨丽、范冰丁、陆寒、吴亦凡等全能型人才,他们不仅能演,而且还能唱,最可喜的是环渡大红大紫。 而今天说的这位明星,他曾比周杰伦、张杰还红、颜值较打陆汉、吴亦凡演唱的歌爆红全国,出演的影视剧收视率提高,他就是全能型人才人贤奇。 人贤奇,1966年6月23日,出生在中国台湾城,24岁正式进入演艺圈,曾凭借歌曲《心太软》、《伤心太平洋》、《外国的澎湖安暴红全国》,出演过很多经典的影视剧,比如,我们非常喜欢看的《神雕俠侣》、《笑傲江湖》、《新处留香》、《唐伯互点秋香2》等影视剧,虽然曾大红大紫,但它却非常的低调。 老婆明教天的两人相恋多年才结婚,但是很多人不理解,为什么要颜值有颜值,要名气有名气,要钱有钱的人前期是选择了一位长得起毛不扬的人做老婆,两人2002年结婚,2005年女儿Rotty出生,2008年儿子Cody出生,现在隐藏了25年的老婆曝光了,网友,长得一点难尽,可惜了。 而女儿,儿子却像爸爸,女儿漂亮,儿子帅气,如今52岁的人嫌疑,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在观众面前了,前一段时间还被拍到发福严重,肚子大的像孕妇,最后,祝福她。 。